大家好 我是Kenny 肚餓啦 肚餓經常都會想起吃東西 那時候你就會想起吃些什麼好呢 你的腦袋就出現了很多靈感 吃飯也是 吃飯好像開飯的時候 你都會想 這一餐我要吃什麼呢 其實所有動到腦筋的 我都覺得是一個可以令你有創作靈感的東西 開會 你會想到有很多朋友一起搶賣 就會碰撞到很多新的靈感 去廁所 我都在廁所走出來 一個很重要的空間環境 打掃地方 當你想不到想法的時候 你就會像那些照片一樣 抹一下地 掃一下地 這個腦袋就正空了 就可能有新的靈感走出來 玩手機 玩手機現在已經是五代人 一定會做事 我通常沒有靈感我就會搜尋一下 看看IG有什麼新的動向 找一些新的靈感 那 失眠 失眠很多時候 是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段 睡不著覺就沒有浪費 想一下 所以 因為又想著睡不著覺 不斷重複 所以我經常都想到很多新的東西 喝湯 喝湯 我老婆久不久 現在公司就弄了廚房 所以我要喝湯 每次我都很擔心她弄些什麼出來 我腦袋就會閃動 所以今天她會給我什麼呢 那我腦袋又動了 那Fans呢 Fans很重要 Fans是我全路 做這麼久以來 給我最大動力的一群朋友 最後我老婆 不用解釋了 Thank you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